我们来谈极数的收敛 谈完了数列 我们来谈极数 极数跟数列有什么差别呢 极数是一直相加 一直相加 加了无穷的数字加起来 我们的话呢 要讨论它的收敛还是发散 那么告诉各位同学 极数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数列的方式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极数 极数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数列 怎么看 这是A1 这是A1加A2 假设这叫做S1好了 这是S2 这是S3 A1加A2加A3 那么现在来看 如果是 这是极数 极数要收敛相当于就是数列 如果说数列收敛 当然就是极数收敛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极数拉到数列里面来做解释 这样子就会比较简单 现在我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就是极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注意这是必要条件 怎么看呢 如果说一个极数它是收敛的话呢 它的极限值一定要等于零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极限值要等于零才会叫收敛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算是A1 A1 A1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部分核 刚才我们介绍了用部分核的方法来解释这个极数 那么AN就是SN减掉S的N减E 那各位同学来看 首先第一个它是收敛的 假设LIMIT N趋近无限大 这个要收敛 那当然我们的SN 当然是收敛 假设等于L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一样的 它也会等于L 所以的话呢 这个极限值必然是要等于零 如果说不等于零 极限不等于零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直接讲这个极数是发散 如果说它等于零 那还不见得哦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是必要的条件 怎么说呢 我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 来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P极数 也就是调和极数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极数 它是发散还是收敛呢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证明 它是发散的 怎么看呢 来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解释 这是二分之一 来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这样分 这边是五分之一 这是一直加 加到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大于一加上二分之一 我们用后面的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比四分之一大 好我们再来看 五分之一我们这个地方加到最后面一个八分之一 我们发现怎么样呢 我们分组了之后 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个呢 这有四项 它也是二分之一 后面的部分 这是四项 这边是八项 它也是二分之一 它有无限多个二分之一 所以我肯定的说 它是the verge 它是发散的 可是各位同学要看一下 它的极限值是多少 它的limit an的话 它是会变零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就是说 只要是它等于零 我们才能说它收敛 如果它不等于零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发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